葱烧海参 葱烧海参以葱和海参烹制而成 常用于高档宴席 是山东的一道传统南菜 做这道菜需用原料水发刺身750克 白糖15克 绍酒20克 清汤350克 白糖15克 葱白100克 酱油15克 湿淀粉20克 精盐2克 白油50克 葱油50克 葱烧海参的制作方法是 水发海参顺长轴 从中间一切两瓣 比较大的海参切成三瓣 水发海参顺长轴 大葱白切成五厘米长的段 两头各打上花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炒勺内放入清水烧开 加入酱油 烧酒 倒入海参 擦好以后 捞出沥干水分 另取炒勺放入白油 加入葱白段 在中火上煸炒 葱段微微发黄的时候 即可捞出 炒勺内 下入白油 放白糖 炒到鸡血红石 倒入海参 倒入海参 加入清汤 精盐 精盐 味精 烧酒 和酱油 炒到 ket 炒到红石 änd鸡血红石 炒到 kills 用湿淀粉勾芡 再加入煸好的葱段即可出锅 做这道菜的关键 一是用开水超过的海参要滤净水分 二是油炒白糖时火要急 但要掌握好时间 这道菜的特点是色泽红亮 海参软嫩又浓郁的葱香味